你好,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我是David 今天就要過一個好幾樣東西 本來呢 我都想了一大輪 因為很多很散修修的消息 例如 一方面就是烏克蘭的Piece Submit開了會 另一方面就是 美國那邊既有 這個 美國這邊就是 死火了 他通過了一個交易案 然後台灣地區賴清德很快又要訪問美國 日本 又有麻生訪問台灣 與此同時 伊朗的外長又會去訪問日本 另外美國共和黨那邊 有黨員 亦有機會成為總統候選人的人 其中一個選人有機會 又去了訪問烏克蘭 中國又與菲律賓對峙 中國又參加了一個峰會 你聽到大佬亂了 我都在想 用哪個位置做個starting point 可以去想 現在我想到 不如用中國的starting point 然後再說其他 然後就會開播 為什麼我說由中國視角切入呢 其實以前我解釋過 美國本身因為 多選擇 以他的手上的角力 和他可以打的牌 他可以走的方向 其實他選擇最多 每一種打法 他都有他的生路 可能代價不同 但也是生路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他不需要急著出牌 他只需要 一邊要做的事 他照樣密密做 而要做的事 建立一個新的供應鏈 鼓勵起新的行業 要讓那些行業在美國 這些國策無論外交 或者國際關係是怎樣 他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他跑不掉了 所以對於他來說 有些該做的他一定要做 但他有很多選擇 所以對於他來說 他可以看別人怎樣做 然後他才下注 所以對他來說 他有最高的靈活性 但也因為這樣 你這一刻 最不好評論的 因為他太多選擇 對於歐盟來說 到底 他的外交方向是怎樣 其實某程度上 有幾部分是固定的 因為他已經參與了 美國的供應鏈 新的供應鏈的秩序 以及一個新的 產業的秩序 所以 在這些位置他沒有怎樣選擇 已經是 一定要定是跟美國走 在這些位置 但其他剩下的空間 又要看看中美 中俄 諸如此類之間的互動 所以 評論他又要看 又要看 宣示其他地方的玩法 所以他也是有一定的空間 你如果 站在歐盟或者站在美國的角度 去平 你太多變數 動來動去 你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DeRisking是走不掉的了 建立新的產業同盟也是走不掉的了 這個已經是 變成了產業界的共識 這個已經不是 不是一個 是不是國際關係的問題 是產業界自己 當他面對不確定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一定的行動 而這個行動就是盡量減少風險 盡量減少在中國那裡 當然不是撤出了 但因為現在中國面臨內部面臨一定的風險 風險不是說 不知道 而是你很清楚知道的就是 政治正在掛稅 所以你也很清楚知道的就是 他不會對你傷人好得去變 無論說多少都沒有用 他那個政策就是往往是 他不斷地說welcomewelcome 但是到實際做的時候 就往往令你很多惡慮 很多憂慮 所以唯有盡量減少 所以這些方面 歐洲也不用怎麼選擇 既然是的話 剩下的一點點就是 看看 美中俄之間 那種的 互相的角力之下 結果是怎樣 他會相對調整的 所以又不需要由歐洲這邊去討論 歐洲有些底是清楚的 但有些位置仍然是浮動的 相對來就是 以俄國現在 尤其是沒什麼可以選擇的 因為 俄國最沒得選擇 所以也不用特意詳細討論 因為對於俄國來說 他難聽說 烏克蘭戰場是不是也硬頂了 也肯定沒有能力兼顧其他戰場 他基本上已經在上街了 所以他有的選擇幾乎是沒有的 沒有多少選擇的話 也沒有多少事情可以做 所以也不用詳細討論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 就是他要做最艱難的選擇 而且外政內政一體化來計算 他的選擇會很影響他後面怎樣走 而很明顯地 一輪的人事變動等等 其實就是因為他一直都深大心勢 最要抓決策的現在根本深大心勢 而官僚層裏面 根據他的深大心勢 各有各形成一套體系 形成一堆的利益集團 那些利益集團正在打架 他自己又想平衡 但是又想實現他有些想法 但是他又知道實現有些想法 他又不會成功 所以 他自己亂了 所以下面打到亂了 但是到了現在一個位 中國的經濟的情況 以及民生的貂壁的情況 已經到了一個位置 是不論到他不選擇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他的角度 去估計他在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可以猜測一下其他國家的反應 所以這是我的概念 就是為什麼我先由中國這一邊 去用他的角度 現在他在玩什麼遊戲 然後再看 而現在由中國大陸的眼光來看 他遇到的矛盾點就是 如果他想繼續參加美歐這個秩序 而可以從中吸取到銀量 吸取到技術 然後再繼續壯大自己的一強軍力的話 在台灣問題上他就不可以壓制壓捉 即是你不可以說現在又說要搞武統 又要恐嚇 甚至難聽這個 麻煩你現在拿個保證出來 總之我就保證我 我不會對台灣動武 你差不多要去講到這樣 還要加上很多其他動作 別人才可以全面歡迎你 但是如果是這樣 這是違反了 他自己的Axion 因為他當初的承諾 他能夠繼續坐在這裏的其中一個承諾 就是他要解決到台灣問題 無論什麼時候解決 但是要解決到 而且要向著別人看到覺得是解決到的方向 因為如果不是 國內就有很多人可以反對他 這是一個矛盾 但是如果他真的堅持 要現在動台灣 無論是武統還是和統 特別是武統 一旦要走這個方向 不單止美歐會制裁 而且到真的開戰的時候 他戰敗的機會率是會高於戰勝的機會率 當然 主席本人可以做賭卵 他可以因為一大堆柴精 在他周圍 就變成他自己的估計錯誤 這個絕對有可能 也可能因為這樣發動戰爭 但是如果他真的這樣發動戰爭 當然他輸的機會都很高 也都在下面有一群人 會在 希望他快點倒 也有這些人出奇 但是這一層如果去到這個位置 後面有些事情就不用怎麼說了 如果是這樣 有些事情他也不會太矛盾 但是我們先撥開這一部分 因為這一部分他裡面 明顯現在還有一定的計算 如果沒有計算他不是這樣的 他有些前設是還在做的 因為對於他來說如果想 拿到台灣而受傷害最少的話 最好是盡量減少站在美國那邊 的對加 而要減少站在美國那邊的對加 當你不能買到日本 你最好希望能買到歐洲 對於距離來計算 他在中國的角度來計算 他仍然覺得自己是有機會可以令到歐洲 不搶腳下來 他們的想法是以距離來計算 他們會覺得歐盟離開 中國那麼遠 這些地緣與你無關 也是那句 更何況就是 如果你歐盟可以爭取台積電來歐盟開廠的話 我能否拿到台灣對你的損害也不是很大 如果我拿到台灣的話 你不用擔心 你們都自己可以叫我一張鍾謀投資 歐盟開廠 到時不關你的事你就不要管 所以我覺得他仍然在建立在這樣的方式下 某程度上就沒有了秦剛的秦剛外交路線 但是依然在這個外交路線 就是看看我能否把美歐分離 把歐洲盡量 盡量把他拿開了計算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這樣 那你在俄國那一部分 大家就知道你在俄國就一定不可以再撐到他那麼行 而這個基礎就是 中國要在俄國和歐盟之間要做一定的選擇 而這個選擇就在一方面在俄佬 中國估計俄佬到底還可以幫到多少 他的基礎姿勢成不成立 第二就是基礎姿勢如果不成立的話 但是萬一中國 真的去武統的時候 他可以源源不絕給了資源 這些是他的考慮 考完他就繼續去馬雷 如果不是的話就另有考慮 而到歐盟那邊的平衡就是 如果我能夠對俄羅斯相對地弱制他或者逼他接受一個 相對地你歐洲 或者和烏克蘭 某程度上都可以接受和平方案的話 你可不可以不要來多時 在台灣相對地走遠一點 這個我想就是中國現在 正在做的考慮 而這件事某程度上 其實在這次的會議裡有些美 某程度上是聞到一些東西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裏有幾樣東西一直都流傳出來的 第一 有一件很有趣的就是 這次開的這個會議裡 在沙特阿拉伯 JEDA開的會議裡 第一當然現在是沒有任何正式的聲明 應該這樣說 沒有正式的一個結果拿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幾個國家的反應 第一 烏克蘭的那個說法 烏克蘭的說法就是 在他們眼光來看這一次 他們覺得仍然是成功的 至少就是 在一些原則性問題上 例如領土完整 例如 之後的 安全問題 那些事情上 大家是有一定的共識在裡面 至少在支持烏克蘭要能夠維持到領土完整 他本身的權益 不能受到侵害 這些 in theory 就是符合 聯合國憲章的事情 他們是承認的 原則基本是通的 但是同時承認 烏克蘭的說 但是在很多 框架 具體上 是怎樣的呢 這些事情 大家都仍然 不是有共識 是有抗議 現在才剛剛開始 但是起碼大家覺得 現在是向著正面方向走 而與此同時 在烏克蘭裏面 就有一些消息 不只是烏克蘭 全世界有些消息 透露出來說 烏克蘭政府可能會退退 是的 但是在烏克蘭那邊的發言人 即時否認 說他們沒有在撤兵 領土完整 這一類型的問題上會放軟 而且認為這根本就是俄羅斯 搞出來的認知作戰 那些所謂某位歐盟外長 某位歐盟的官員 私底下跟華爾街日報透露 說我們打算退退 我們沒有這樣想過 但是如果我們 冷靜地想下來的話 你說徹底沒有讓步 完全是跟足烏克蘭 最初提出的10點 其實這個談判 你說真的想形成框架也挺困難 但是你說要領土完全讓步 也不可能 但是怎樣有折衷辦法 我想這個大家是會在想的 大家如果想回我 幾個月前 我已經有曾經提及過 烏克蘭某程度上 甚至不是幾個月前 可能已經是一年前 當你要考慮到 最終要談的時候 怎麼談呢 當然 撤兵一定要撤兵 俄羅斯不能不撤兵 不撤兵在現地不撤兵談判 等於簽成下之盟 沒有什麼好談的 這些烏克蘭也不急著要談得成 反正軍事行動仍然在繼續 不需要急於在現在達成任何的事情 領土完整的房子其實是值得思考的 因為 關鍵是 好像 鄧巴地區那些 那些傢伙很多 如果真是親我親到爆炸 你留著他在你身邊 留著你自己的 共和國內 都是眨麻煩 所以這是一 二就是克里米亞那邊 被俄羅斯佔著 就固然大家都不想 但如果完全被烏克蘭佔著 而烏克蘭入了不約的話 恐怕俄羅斯就會有很大反應 可能想戰至最後一人 如果是的話 要是你軍事上就取得進展 也很有機會是烏克蘭一邊看軍事進展 一邊調整自己的立場 這也是很正常的 甚至每個國家都是 如果假設 最終 趕是趕得走了 但是 總是有多少殘餘在這裏 會不會就是烏克蘭要 飛武裝化呢 但無論如何 你說烏克蘭完全沒有考慮過 是假的 但是 你說烏克蘭這一刻就決定 退還是不退也是假的 那些傳出很有機會的確是俄國的 認知作戰 但是有意思的就是俄國是沒有代表在裏面 那麼在會場裏面哪些人可以搞認知作戰呢 這是第一 這是第一 其實就是由烏克蘭的角度看 有些國家有機會可以乘機做認知作戰 雖然 《華爾街日報》裏面說那個 是來自歐洲官員 但是歐洲 歐盟國家裏面 當然有些軟皮蛇 例如歐爾班那些 匈牙利裏面 有想快點 不要打下去的 現在就這樣停了 當然有 那會不會還有一些其他外交官呢 又或者會不會有些歐盟的外交官可以在 金鑽五國裏面的四國 即是無論是巴西 印度 南非 中國 那些不要說是遊說的 大家意見交換之下 又滲了出來的 有些內容 這些我們通通都不知道 但是 可以假設的 亦值得假設的 因為這個會有40個國家 就不是每個人都硬斑斑 一定沒得想 你想想印度人本身也是站幾邊的 雖然現在已經慢慢慢慢傾向 好像要幫 幫回烏克蘭 即使以色列也是 慢慢慢慢幫回 只是站多了 而站多了主要是 看到烏克蘭的進展比俄羅斯 也看到俄羅斯快速不太行 即是大家有些打落水狗的心態 既然你都快要玩完 就不用給你面子 打殘你是最好的 趁機把你分贓更加好 怎樣虐待你玩完 或者你受就不受就游到烏克蘭打下去 打到你最後吐氣為止 也沒有說不行 但是無論如何 這些認知作戰依然有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是踩幾邊的 尤其是中國 在中國的立場來計 他很有機會採取一個 又是既要也要還要 而那個既要也要還要是否完全不可能實現 是未必 所以未必就是如果他能夠令到烏克蘭 在某些事情上有多少讓步 而又能夠令到俄國人 最終接受了這個方案的話 而這個接受方案的前提就是令到俄國 普京想到就不要緊 我想中國已經計算過了 這傢伙已經算過了 但如果能夠令到俄國保存一定的實力 不要炒皮炒得太厲害 仍然是一個相對反西方的政權 繼續持續下去 只不過那個不是普京 無論是梅德偉傑夫也好 誰也好 我不知道什麼名字 太多名字了 他未必親中 但他只要反美或反歐 都可以考慮 可以長期維持著歐洲的相對緊張格局 如果歐洲在一種緊張格局 也就是說 歐洲要長期跟俄羅斯對峙 當然歐洲要增加軍費 但是增加軍費的同時 他是不是有那麼多餘力 可以調動那麼多人手 下來亞太地區 這個就會是一個疑問 如果再結合之前說的就是 假設台積電 去到歐洲已經投資了 有足夠的投資 歐盟又跟俄羅斯一直長期在邊境上 紮起馬來對抗的話 歐盟未必有足夠的實力 可以調這麼多的力量 過去亞太那邊 這個我想就是中國想的東西 就是我可不可以 通過做一個類似平衡的交易 交易之後 讓你歐盟 相對地不要在台灣那裡那麼熱衝 這個就是 Bio Neutral 或者就算不 Neutral 你依然是跟著美國人走的 但是不要跟著那麼貼 或者你就算是跟著貼的 那個是 經濟上可能跟著貼 你繼續 但是在地緣上 你不要派那麼多航空母艦 軍隊等等過來 但是當然 這個是中國的願望 那麼歐盟 有沒有 說有一定的反應呢 如果你說在 今天這兩天看到的報導 歐盟的 類似歐盟外長 你當是歐盟的外長 博雷利和王毅正在談 似乎好像早前就擲馬擲到行 但是 歐盟已經有讚賞過中國這次出席的會議 有調停之功 有一定的幫忙調停 因為這樣說 歐盟現在 好像又跟中國恢復一些往來 歐盟會有談到 但是你說是不是歐盟完全放軟腳呢 又不是 歐盟現在我想 在歐盟立場 站在歐盟的角度就是 當我發覺中國原來用這樣的方式 才會肯放軟手腳的話 歐盟的反制方向就是 既然是這樣 我不如多插幾隻腳去亞太 就是你懂得 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我歐盟也懂得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我現在 歐盟實際上是跟菲律賓那些在談 在說加強 歐盟 不單止是對菲律賓有投資 而是跟菲律賓的軍事進行聯合的建設 就是說都是幫忙武裝菲律賓 而最近菲律賓和中國 剛剛才大家摘完馬 而且馬摘完一次是不會停的 繼續摘的 那菲律賓當然要表現出給人看 就是我膽敢跟中國摘馬 所以你投資在我身上 甚至把軍事投資在我身上是值得的 因為如果你不敢摘馬 我摘在你身上就浪費 但是我膽敢跟中國 你是不是應該幫幫我呢 於是你看到的就是 現在歐盟也在開聲跟他們談 怎樣加強軍事合作 歐盟也很明顯看到的就是 如果我越距離 台海這一邊 或者至少南海這一邊 中國有機會就會在俄羅斯那邊吞 而我的外長那邊 歐盟外長那邊 就用中歐投資協定 那些拿到房子 就去跟中國談 這邊拿著跟中國談 那邊我就 真正夾春袋就夾到台灣 因為台灣地區就是中國的大春袋 不單止台灣地區 其實連南海地區都是中國的春袋 狂夾他的春袋就看看可不可以夾到他 最喜歡在俄羅斯這一邊 不是就這樣 現在打算要求求其收檔 而是要你跟俄羅斯繼續減少聯繫 讓歐盟可以放心地 烏克蘭就要硬了 這個不用想 歐盟對於烏克蘭不會在這個位置隨便放手 只不過就是那兩個有問題 地區 會怎樣處置 那個其實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靈活 這個也站在烏克蘭利益立場來計 未必是一件壞事 就不是各樣 例如你說 鄧巴地區相對地給他多些自主權 沒問題 但你當然不能加入俄羅斯 克里米亞地區我可以非武裝化 但是主權是我的 但是非武裝化了 大家沒有軍事港口 就不用擔心要脅俄羅斯 主持有些後面的部分 我之前說的 不一定會這樣發生 因為我想像力有限 我的知識也很有限 但無論如何 在這樣的情況下 歐盟就會發覺 以前我什麼都妥協 就發覺被中國逼我 現在不是了 現在我拿著台灣的春袋 我就狂夾 越夾得多的話 我就可以看能否夾得 中國最終放脫了 俄羅斯 不放脫了 只能放脫了一段 而又因為站在中國的立場 其實他沒有多少可以選擇 因為俄羅斯很明顯地 維持得越來越困難 當他要走 走到北韓的小弟 招東西 最好笑的就是 一定是招不了東西 如果北韓 一方面俄羅斯招不了北韓支援 但北韓也招不了俄羅斯賣武器 所以才好笑到 最近發生的也是 北韓有黑客 北韓的黑客是政府黑客 黑了進去俄羅斯的軍部網絡 去偷資料 所以你看到俄羅斯應該是連北韓都支持不住 而中國應該是知道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俄羅斯的價值之低 他的機閣姿勢之弱 不單不是幫他機閣姿勢 他繼續打下去 他現在已經到處要靠伊朗 靠北韓 肯定會更重要 除了中國 如果你不趁有些時間 去爭取好條件的話 你繼續 幫下去 越幫的只有越多 而且到時歐盟和美國越來越黑面的話 你就越來越難轉身 人家就會越來越提高條件 你現在想轉身 投名狀要給多一點 現在趁早轉 越早轉 就越少投名狀 那個代價越低 你走到現在已經很遲了 其實 如果你說早一年前這個時間去做 你要的代價少很多 甚至你真的可以讓歐洲人完全不理台灣地區 都沒有說不行 他對於他來說保障晶片安全 不可以叫 直大可以叫中矛頭 去歐盟開廠而已 有什麼事 但走到今天就是兩件事 現在是俄老已經變了你中國的連累 不是機閣姿勢 現在是連累你 越打越巢 實際上烏克人戰場上烏克人是有進展的 所以 而且進展慢 但是實際有進展 這才是罪人的 不是怕你進展不夠快 是怕你沒有進展 甚至是倒退輸了 如果你說一步一步打 但每一步都穩打穩集 步步為盈 而是每一次都向前推進的話 雖然小 但是不是沒有效果的話 得人會繼續支持 你看到美國也繼續批准這個武器銷售 而且你也不要忘記的就是 連美國共和黨裡面的議員 都要開始走到 烏克蘭朝聖 那些人之前去台灣地區朝聖 很勤奮 但是之前不肯去烏克蘭朝聖 也很明顯是因為他們 很多選民 實際上不要叫親我 至少不是反我 也不親烏克蘭 但是走到今時今日 連共和黨議員都要開始逐步走到烏克蘭朝聖 甚至如果有些有機會成為總統候選人 就是特朗普除外 特朗普自己 全身煩 都沒有時間去處理 而且 就算他沒有這些麻煩 我也很懷疑特朗普不會去找澤連司機 他有些私軟模式 但無論如何 不要說他了 免得惹了那麼多麻煩 如果只是說其他共和黨的人來計 逐個逐個逐個逐步走到朝聖 我想全部都看到 俄羅斯是停死的 不是幾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估計 中國可以幫俄羅斯爭取到的空間 也是急速地減少 俄羅斯的反應是很明顯的 俄羅斯當然什麼都說不接受 沒有我的份 我當然不接受 但是沒有我的份 我不接受 但是 是不是代表 他完全什麼都不知道 當然不是 我也說 其實有程度上 中國就等於在代表俄羅斯的談判 但是 明顯中國 說出來的 如果至少是歐洲說出來的態度 歐洲是最近的當事人 以及烏克蘭也是 烏克蘭跟 歐洲 至少在這一刻 起碼在嘴巴上 是 歡迎中國的加入 而且說中國是有很建設性的影響 是非常產生 很有很建設性的影響 當然後面會不會推動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中國的玩法 他完全是以自己國家利益考慮 承不承諾 對他來說不是一件事 他沒有所謂承諾不承諾 隨時可以反轉的 但是 起碼這一刻 他在計算立場 計算數 他這條數計算不定 就是說在俄羅斯得到的東西 現在這一刻在俄羅斯得到的東西 無論是戰略上的 牽制幫手 牽制歐洲 還是在資源上的所得 明顯中國已經發覺不行 那條數計算不定 尤其是如果他想在台海 更加不可以有俄羅斯去掌握他自己的資源 這個已經不是機閣之勢 這個就是我猜 甚至連中國也看得到 應該有些足夠的情報 甚至應該說 這個情報終於可以去到主上 終於去到今上那裏 之前應該去不到今上那裏 現在終於都知道了 就是俄羅斯也是一個婦女 不是幫手是婦女 料就比不齊 就算你說賣石油 賣小麥那些 全部都抬價來賣 比我的索性更貴 在期貨市場買期貨 你真是找我笨 之前錢多就說可以大撒幣 只是大撒幣 我說得不正 但是你現在不算是吧 我沙B 怎樣沙B極 現在沒錢怎樣沙B 我還給你沙B 而且我越沙B給你 因為你是沒有表現的 越打越巢皮 有用 雖然烏克蘭說打得很艱苦 但是 又進展了 不是沒有 一邊艱苦一邊又進展 而且一邊可以打巢俄羅斯的 小麥出口 現在差不多難聽一點說 一拍兩散 你不給我烏克蘭的小麥出口 我一樣可以不給你俄羅斯的小麥出口 你至少不用在黑海走 你自己想辦法 或者你賣光給中國 但是你俄佬又不肯賤價賣 你又要抬價賣 大陸沒理由的 最重要是現在已經是金上資 你看那個動作你已經知道 他在考慮 很簡單 錢一小你一定會考慮 錢多你就不考慮 當你身處不成功 到法國一定要做艱難決定 那時候你不現實也不行 你現在正在考慮現實 但是對於他的現實來計 就是一定要在台海 如果俄羅斯做到機閣之勢 我就撐了 你現在不行 快點幫俄羅斯談判 俄羅斯一定說 但如果由中國的那種 參與度 還有 至少美歐現在 歐盟和烏克蘭的反應 至少歐盟和烏克蘭的反應 他們覺得至少是正面 也就是說 有機會中國正在代表俄羅斯 正在退 不過現在俄羅斯不能說 這個原因 這就是 中國 會企圖去賠償 於是 在這個 但是 但是 重點就是 歐盟也沒有因為這樣 馬上賠償 歐盟是加強捏春袋 所以現在 在歐洲這段的局勢 吊軌位 同時 一邊就要看烏克蘭的進展 烏克蘭如果提早贏了結束了 下一步的狀況 就是歐盟要開始頂到行一行 一方面要建設烏克蘭重建 另一方面軍事建設也要 但是那裡也要有長期開銷 到底 是找中國長期牽制俄羅斯呢 還是 一看到 中國能幫到手 他就會在 南海鬆一鬆 這就會很濕直至歐盟到時 以及烏克蘭的狀態 他有多少裡面的麻煩 俄羅斯也有多大威脅 如果俄羅斯帶來的緊張而不是很大威脅 的話 那歐盟就會有自己獨立的想法 但如果俄羅斯帶來的威脅依然不小的話 其實有個反轉的想法就是 不見得歐盟一定要會鬆手的 對南海反而可能要加緊 因為最怕在中國一個屈尾十就去撐 暗中撐多些俄羅斯重建的大事 如果是的話不如在南海和台海繼續活躍 就hold住你中國 讓你中國也不敢在俄羅斯上去盡 去達成一個新的平衡點 我 一邊夾住 但是我又不去到盡 至少 你說 歐盟小時候 裡面 無論是什麼立陶宛 捷克 打算再進一步和台灣提升 外交關係的那些我不做了 跟你搏雷利 跟你王毅談中歐投資協定 一直談下去 就拿條件來談 甚至在某些事件上 可以切香槍給你多一點好處 這亦對歐洲企業有利 但是不是說一口氣放鬆 至少在南海的合作問題上 他要維持旺行自由的話 我不可以不干涉台海 但是我可以干涉南海 而實際上這是一個戰區 我只要干涉南海 其實我就是在干涉台海 很有機會形成一種這樣的平衡 就會這樣 你來我來我來玩下去 於是下一節我們講解台海 又會是怎樣的一件事 而關於這一節 我覺得美國在烏克蘭會議之後 Jack Sullivan完全沒有發表任何聲明 沒有read out 什麼都沒有 整個poker face 但是與此同時他去JEDDA那邊 先去利亞德後來JEDDA那邊開會議 其實你看到 Jack Sullivan反而更活躍的是跟沙地談 跟沙地開了會 跟印度那邊也開了會 似乎印度 大家談快手落實 大家的雙邊協定 亦都跟沙地在談 似乎是在改善關係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反而在會議中的poker face 發表 反而是沒有去 布林肯有沒有去 好像沒有 布林肯應該沒有去 是Jack Sullivan去 即是國家安全顧問 但是 布林肯反而在外交部那邊 即是美國的國務院那邊 反而是發表 是中國都是有productive的 即是有建設性的幫忙 而Jack Sullivan就是poker face 什麼都不出聲 與此同時就是美國繼續加進一批武器 我想這裏 某程度上美國對於 首先美國對於 Ukraine的Piece Summen裏 我想那些有的立場 他現在不自可否 你說未至於很不滿意 但是不是一個很滿意的狀態 應該就是很多國家在 腳軟軟地 就很想說 你要快點 快點結婚 出去算了 大佬 別人害到我 這個我相信也延伸到歐盟那邊 歐盟會不會有腳軟味呢 所以我想在美國的立場 如果歐盟 不要說腳軟 而是歐盟在自身的考慮上 他可能是玩一種 跟中國互相牽制 將中國扯走了之後 然後 然後在烏克蘭這邊 他們沒有說不支持 不要忘記 如果你看到德國 現在已經繼續交付 有交付堅的武器 給烏克蘭 而且 如果根據 DW那邊的消息 不是因為這樣就撤走對烏克蘭的任何援助 現在的採取態度就像我上一節說的 如果對於中國就是我夾著你南海的春袋 跟你打你胸口 然後在其他地方跟你說話 但有些地方就不退 例如你說烏克蘭 如果要犧牲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就不行 但是在烏克蘭那些麻煩地區 用其他處置行不行就可能有得談 但是前提就是你中國要跟俄羅斯不可以再走近 要走開一點 以及在南海上你不可以真的沒有了航行自由 如果沒有的話就兩邊就繼續打咎你 這個我想就是歐盟的那種立場 但在美國來說可能嫌這個也還不夠硬 但是 又未去到一個位要反枱 我想美國的傑克蘭特意在拖卡面 由布林肯 做國務卿的來發表聲明 但是傑克蘭特作為國家安全顧問就不出聲 由得你這幫人有估計 但是與此同事 美國那邊就是一邊 根據國會過了的404的法案 為大哥大腦就跟台灣建立貿易的聯繫 另一方面就是加強鼓勵日本 你看到日本就夠活躍了 日本一方面麻生過去台灣那裡談 每個人都是台灣地區那裡談的話 他當然是麻生過去的話 而麻生是岸田文雄的合作者 也是岸田文雄合作者和支持者 而麻生的份量 如果以此版明夫先生的說法 他是日本戰民黨裡面水戶王門 那個級數就是余三家 他也是 我想跟台灣地區談的事情就是 如果有鑑於 歐洲這邊的麻煩 如果越來越接近結束的話 於是精力就越來越擺在 亞洲這一邊 尤其是擺在台海這一邊 尤其是 如果習主席能夠直接控制著火箭軍 的情況下 如果他一個誤判 真是動武的話 美國這邊就必須有回應 而這個回應要快手 要急要快手 所以我想麻生過去談的話 必然牽涉到一定防武的事情 不過當然不直接由日本手上出面 不然那件事會立即激化矛盾 但與此同事 他有一個最壞的打算 就是 就算不是今年 會不會是下年發動公勢 或者是後年發動公勢 大陸看的就是 我已經抱死了 我的經濟已經跟他綁在一起了 你動他即是動我 你是不是想試一下是不是動 這就是擺明的態度 另外一方面就是讓日本也跟他擺明態度 日本的意思也變成了你動他即是等於動我 所以要每天同時告訴你 如果你動到台灣地區即是等於動我的話 我要看看你敢不敢動我 另一方面就是伊朗走去日本這一邊 當然因為日本是G7的主辦國 但是 日本走去交投名狀 或者不要說投名狀 溝通其實都未嘗 不可以思考一下 伊朗現在的動向 如果伊朗走到日本去談的話 代表了什麼呢 我覺得伊朗都應該第一幾不行 第二就是他知道他們兩個大佬 無論是俄國還是中國 靠不靠得住都成問題 如果他現在跟沙地又談得好 在國內安全的保障已經不是最大的威脅 情況下 是不是有些空間可以走检的話 是不是索性就是拜碼頭呢 更何況日本跟伊朗不是完全沒有聯繫 日本是 是少數能夠合法去跟伊朗買石油的國家之一 是聯繫國制裁裡面的有限制裁的國家 日本是可以買伊朗油的 所以某程度上日本也是伊朗的 客人 他去見客人 去談 可以幫幫忙去伊朗問題 我們都願意 我們有得談的 意思是擺明有得談的 是不是伊朗發覺 我後面那兩個 俄人不用說了 他去找我拿工具 不是他給我工具 那就是靠不住 但是中國這邊會不會都是水頭不足呢 是不是 都靠不住呢 尤其是如果你結合 緬甸 放了昂山素姬 中亞這一帶 上次的中亞峰會 面子就給了 但是後面沒有實質的跟進 會不會加上意大利又不玩一帶一路 斯里蘭卡那些都現在後悔到不得理又是不想玩下去 反而我靠印度 印度也在幫他過難關 然後再加上印度又跟美國談 印度跟美國談得那麼近的話 是不是又是 會不會印度又是另一部分呢 美國就加緊他的降伏 但是與此同時伊朗看到他現在快要周圍被包圍 以色列雖然被自己內亂搞到 但是似乎伊朗 發動不了多少攻勢 我想伊朗人自己在左看右看 有時候民官那群 根本不是親俄又不親中 民官那群根本 我想他們的心態就是你來欺癡 癡癡我們 就連軍隊就算是偏愛軍團 他們的看法就是現在我們自己都在打架 我們都沒有選到我們的老闆 你現在不斷 我們就支援不了 還要問我們去拿駕駛 我罵你 我反而覺得值得觀察的就是來欺這個混蛋 到底 他說是說到口響 但他還有實際多少影響力呢 他說是神拳佬很有影響力 但如果神拳佬可以累到國家大家一窮二白 又可以令到大家生活壓力極大 連女人都發覺他受不下去的話 那這傢伙還有多少人聽他的意思呢 我覺得就很有趣 我懷疑現在神拳佬應該會被人架空 因為這傢伙太笨了 太膠了 太不會轉播 這傢伙太笨亂說的都是向西方拿來要脅的 但實際上正在跪 當他肯跟沙地建立聯繫就已經跪了 我亦都懷疑即蘇利芬和沙地談會否包括伊朗呢 借中間位來談伊朗那一段呢 伊朗走到日本跪球是不是又是跟這些有關呢 我們可以觀察下去 如果伊朗都在問題上鬆口 向後退的話 大家知道 中國很大頭痛 就是說他可以 拿得到外出的位置越來越少 這裏也包含另一個新聞 另一個新聞就是中國的鐵哥 大家兩兄弟 不是鐵哥 鐵兄弟 巴基斯坦這次周身不撇 周圍都有恐怖襲擊 有親塔利班的組合 也有一些是卑魯之獨立的遊擊隊 現在巴基斯坦明顯地 也不用指望在中國找到多少支援 甚至 他們現在後悔到七彩 當初你包庇塔利班那些傢伙 巴基斯坦也發覺拿來戰 而對印度更加不用威脅 威脅你老母什麼大佬 你自己周身被人炸 南邊是被秘魯之省那些傢伙 北邊是被塔利班弄 你剛剛才弄碰了 你們前總理 但那條是廢柴 老實說又是一條賊頭 上了頭的賊頭 我問你現在怎麼搞呢 如果巴基又是 巴鐵都搞到不行 最終都 發覺在中國那邊 找不到支援 要另外找人貴的話 包括伊朗也找人貴的話 簡單說中國的所有外交 所有可以牽制 西方的那些位基本上就全部斷了 即是西線不用想 但我懷疑就是 中國是不是不知道呢 我想他知道 所以現在如果繞個大圈回頭 我想中國 應該有個判斷在裡面 我很思議的就是 西邊這堆影響力 他都可以不要 他現在就是要台海 所以台海這一邊 我懷疑他開始會集中精力 但是 所以才要大幅換人 但如果是大幅換人的話 情況就是一時三刻他是動不了 因為你剛剛換了人 雖然是你 阿金常自己親自指揮 但是現在在西歐都未正式退場 未正式完全退場 又未見到你烏克蘭那邊有什麼情況 歐洲絕對不會放你生的 現在看到你進展就給你一個讚賞給你 但這個like只是第一個like 是未夠的 未足以儲夠like可以換禮品 現在只可以說 我給你一個like 可以的 但很多事情未做到 我不幫你 現在 或者我不會退後 我回去站前一點 起碼站到南海那邊 夾著你大陸 至少是台積電美 說就是在歐洲投資開廠 還未建成的 起碼還有兩三年 這兩三年都不用指望歐盟在後面退 但站在中國的立場 這兩三年就是用來整頓軍隊 整頓就是一定要逼軍隊 快點做到他能夠和美英的日 在台海有一戰 所以這一刻我反而覺得這一刻 他會擺出一些橄欖枝 對於歐洲 甚至對美國 他都可能要遠一點 對日本甚至也是 但是這個遠只是暫時性質 還有就是暫時希望讓中國的局面 經濟的局面可以穩下來 但是之後都是儲力 要動手 想動手 他已經逼到自己沒什麼戰線可以打了 如果外交孤立到這個地步的話 但是你說 這今年要動手 剛剛換了人 你是派過做海軍的去坐火箭軍 我想 那幫人都不會聽他擠 一個機會就是你出一個命令 根本沒有人做 你多出幾轉都沒有人做 而火箭軍這一單案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之前說過的就是 不是說 今上想打你就打得成 今上已經吹了兩年 三年 甚至可以看到的就是 如果一直有仔細留意 我以前一直都有提過的就是 每一次的演習 或者是邊境衝突 或者是海岸的衝突裡面 衝突完之後總有人被人罷官 每次都有的 無論在中印邊境衝突 在海上衝突 或者在海上面的演習裡面 你留意一下那些人事調動 每次都有人落馬 明顯今上是急 是想做成 但是又很不滿意現在的進度 也就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實力是不夠的 如果做得好的話 至少有身邊一定有人告訴他 那他就不需要換人換得那麼密 明顯就是 他也收到那個消息 令他很養衰 令他丟掉他的假 令他覺得很不滿意 所以不斷換 而現在已經是到了一個很急的位置 所以一口氣換那麼多人 當然也因為俄羅斯廚房那件事 令他更加擔心 就是萬一真的打的話 那幫人兵權在手 即是真真正正動的軍隊在手 會不會倒過來就夾他 夾主席呢 所以一口氣換那麼多人 但是一口氣換那麼多人 就是上層那邊收命令就順了 你下去的命令他就叫你去做 但是下去中下層又是不是真的能動呢 如果要動得到的話 你不只是上層換人 你要整隊軍隊由頭到尾換了 除了兵仔可以不換之外 你中層軍官也要換 如果不是 誰執行下去 因為軍隊是一個 一個很嚴密的組織 而且是一袋夾一袋 一袋套一袋下去 變成他們是跟掌官的 如果你中層軍官不換的話 你連指揮兵仔也指揮不動 你可以令到他不斷說 我們一定會打勝仗 我們會什麼 他在鏡頭面前跟你說 沒問題 而且你選到鏡頭面前的 你也選過的 但是普通的兵仔是不是這樣想 普通的低級士官 軍官那些是不是這樣想 我想主席越拿下去越發覺沒有底 如果他有底就不用搞這麼大的動作 因為搞這麼大的動作都影響他自己的威望 包括你說 除了火箭軍之外 外交部 秦剛那樣被人雪藏 我覺得根本 其實是在背負主席的 不過主席騰了這件事 因為主席想轉一轉的方向 不是全面戰狼 是想嘗試 看看是否離間到美歐 甚至可以哄到美國某些人 不要那麼急於立即開戰 不急於開戰就不是代表他不想開戰 是代表他知道他還沒準備好 如果現在立即逼著他 今天立即走去 他自己也沒辦法把握 所以他這麼大規模換 其實就是對軍隊的表現極度不滿 也認為軍隊現在真的不夠能力實踐他的目標 所以在他的眼光就是我全換人就行了 我全換了忠於我的人 他們就會很忠誠地工作 努力工作 忙我們工作 絕對地忠誠我 既不會叛變 而我要指揮他們去打 他們就會有膽去打 不管成敗 最後是否禁制 就是我習主席作主席 他們的心態就是 不是你們作主 而是我作主 哪怕我今天叫你 擺在台海周邊 擺到好像要打的狀態 然後等到美國人來談的時候 我到時叫你走 你就要走 我想他已經想了這些東西 所以才要清洗到這麼盡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側面看就是一時三刻他動不起來 他知道自己的軍隊的狀態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與此同時表示他認真地要加強 而且他認為已經到了一個很緊急的狀態 一定要快速加強軍隊的戰力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這一刻如果被美國都逼得想打 他打不動 他也不敢打 所以我想現在擺出一個 在歐盟 在俄羅斯問題上好像有開賣 然後在台灣上暫時好像未步步進逼 但是暗中應該是有暗手 加快進行的 但是這件事你說能騙不騙得美國呢 當然是騙不過 明顯美國的做法就是 國務院 也好國務院算中間一點的 商務部 那一堆就走來哄著你中國的 但是國家安全那一部分就黑著臉來跟你砌 其實跟歐洲的玩法也是一樣 我就拿著台灣當你的春袋死砸 就看看你夠膽就過來跟我打 我絕對應你機 但是如果你不夠膽就趁這個機會 就是一邊夾著一邊給你一些希望 有得談的有些事情 不是沒得談的 我先給你一些事情 但是你不要搞那些事情 那中國也是想著 我又看能不能借著你戰略退卻 其實我正在儲著精力去動你 如果你說美國的那個看法就是 他不是繼續武裝台灣 還有繼續讓人來來往往 還有叫給日本去做 最重要就是由日本去做 有些事情由日本出手去做 還有就是繼續加速支持烏克蘭 所以我說美國是最簡單的 美國跟歐洲相對都簡單的一個選擇 是中國現在要麻煩的 你既然要集中在台海 但是問題就是 你到底有多少實力可以集中在台海 什麼時候你認為可以追上美國 可以逼到 令到美日 是不是 反應不了呢 製造既成事實呢 這個其實很有機會不單是在 軍力 或者外交 或者是經濟上的那些牌 甚至就是 認知作戰也有 所以會不會 中國也會加強在 美國 凡有大選的民主國家 要加強的認知作戰 那個認知作戰不一定是 直接說中國好不好 不需要的 其實那些只需要說 現在經濟搞到這樣 那無謂啦 或者現在國內有很多問題 別管這些事情 諸如此類 這就是 現在看到的一些局面 引伸出來的 大家互相都在摸牌 但是中國是在一個很困難的局面 但是明顯地我覺得它有一個戰略 在取捨 就是 逐步逐步放棄俄羅斯 明顯地他知道再支持俄羅斯 也不是一個機閣之勢 只是擁有自己的 而要把資源盡量集中在台海 所以台海會不會加 會不會越來越緊張 其實是會的 但是是不是這一刻可以立刻出手打呢 由主席對軍隊的處置來看 就應該不會 因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軍隊不準備 如果很準備的 不需要臨時換人 很準備的話 就很輕鬆的 那個態度可以 但是很不準備 甚至令他懷疑那些人 是不是一直在玩自己的 一直在賤自己的錢 去搞私幫生意 古靈精怪 甚至是是不是密謀對付我 肯定有這種疑慮 才會搞到這麼大的動作 他對現在整支軍隊都信不過 只是軍隊縮返也有時間搞 沒有一年半載不成事 但是在這一年半載 他一天未能相信那支軍隊 他不會隨便動手 然後與此同時 我想就是加強 無論是對台 還是對著其他地方的認知作戰 但是如果要成功 首先要有戰略退卻 其中俄羅斯 在烏克蘭上 他已經開始做戰略退卻 我覺得 這個表面的戰略退卻 但是後面也是在推卻 我說的就是在推卻 俄羅斯的權貴圈 放在普京 大家都同意放在普京 但是就是自保 保存一定的實力 當你一定的實力而牽制到歐盟的時候 歐盟就一定要放相當的資源 去俄羅斯邊境 烏克蘭和白羅斯邊境 白羅斯和波蘭邊境 也要放相當的資源在芬蘭、瑞典、波羅的海三國 那些能夠圍困俄羅斯的那些 如果他們放那麼多資源在那裡的話 不可能再放太多資源在印太地區 雖然他們有印太的策略 而另一方面就是 俄羅斯權貴圈 亦可以跟中國在另一種方式合作 就是繼續撐住廚房 俄羅斯的權貴圈 叫廚房屋繼續在非洲搞事 如果非洲搞事搞到那麼多 歐洲也不可以不理非洲 因為通過地中海 歐非是一體的 如果能夠相當程度上 通過非洲、俄羅斯 把歐盟大部分精力都放回 地中海地區和橫黑地區的話 減少印太上的支援 已經可以削弱 對中國的包圍圈 而美國的對應就是加強日本 加強印度 在中東問題上 他現在撤走了 反而讓中東人 打自己之餘 大家都在害怕 如果能夠令伊朗最終跪 加上巴基斯坦又亂撤 加上緬甸也跪 在這堆場面上 他取得了空間的話 就算歐盟不來 或者歐盟減少投入的話 美國和日本這個圈都還夠力 加上印度 已經足夠可以撐住 中國的攻勢 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足夠的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 遲些再談 拜拜 拜拜